哈囉 3D 新聞網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清潔 我從來沒有拍過全套比基尼或全套內衣 這次算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突破 跟家人溝通了很久 也跟攝影師三方一段的溝通交流後 然後呢 這次有拍出的就是 有史以外最大的尺度 大概就是裸全被 乍看看起來應該就像是那種3.0的樣子 歡迎我們的拍 介紹見見 賣書的時候 書秒殺的時候也哭 對 看到萬人空向也要哭 對 我就是他愛哭了怎麼辦 我等一下會哭得很醜 我第一次嘗試的造型是屬於 它是一種 它是一個馬甲型的內衣 然後配上吊帶襪 然後網襪這樣子 然後是整個大疏大螳分 是有點像那種 應該說是比較性感一點的 那種大波這樣成巴主持 但我是轉巴 然後為什麼我第一次嘗試 因為以前我一直被定型在 萌戲可愛這個路線 然後每次想要 就是做一些成熟的打扮 就是對所有人家小女生 裝大人 然後這次呢 挑戰這個造型 我覺得還蠻成功的 就是因為 配上了紅唇 然後點上了一顆就是類置 然後再加上整體的那個氣氛 很像感覺就真的有這種 小女孩就褪變成女人感覺 阿力士你最喜歡哪一頁呢 這一頁 這一頁我覺得是有點 若影若現的非常的性感 這裡 超性感的 有點那種全裸不露點的感覺 超害羞的 因為我自己真的超喜歡這一張的 然後這個 你看屁股的形狀 我覺得我好像男生喔 看了這一張我立馬流鼻血 然後阿力士看了之後立馬怎樣 立馬懷孕了 這一本我真的是 就是覺得看完就要噴鼻血了 為什麼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最喜歡的 這個真的超性感 有沒有有一點 怎麼講 可愛 但是又是有一點 好像要看到要看到 但是又好像沒看到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很突破自己 因為倩倩以前不是 應該是說她從來不會 就是拍攝這樣的作品 然後這一次真的是第一次要獻給大家 倩倩這次的寫真書呢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張 一翻開看到這張我就驚豔了一下 就沒想到今天這次拍照的尺度這麼的大 她平常拍到不會就是尺度沒有到那麼的寬 整個背都裸了 所以我看了這張我覺得我好興奮喔 就是因為那時候去海邊我們要拍夕陽 但你也知道夕陽就是一下就沒了 然後所以我們就為了趕時間 因為我們在線上那邊要拍到三套衣服 所以我們就直接就定拉了一條大浴巾 然後就直接把我們一座就開始在那邊拖光光 我覺得我整次 除了我想說五歲以前會做這種事之外 就再也沒有做過了 而且我就很怕路人經過會一直往這邊看 有一次我還躲到眼池後面去躲 然後就會覺得說很害羞 就第一次這算是野外露出嗎 是這樣說的嗎 那時候其實我眼睛是受傷的 然後我眼睛那時候受了很嚴重的傷 傷到我自己就算戴眼鏡 看東西都還是不清楚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跟我說 你可能沒有辦法再戴眼神眼鏡 因為我眼睛狀況是 就是長期戴眼鏡也就從國中 就開始 因為那時候有就是 然後特別的學校會常去表演 所以那時候就會戴到眼鏡 然後再加上高中 一直到現在 然後長期戴眼鏡很近 然後加上我那時候又貪少便宜 而都是那種一年拋當三年再戴 月拋當一年拋會戴那種 然後不然就是去買到很便宜 很放大 很不透氧 對眼鏡很不好的年拋 然後戴在自己眼睛上 然後因為長期吹氧的情況下 血管增生 一般人的紅血管是長在眼白上 但我的已經完全長進黑眼珠 那血管增生的情況下造成濕力 被摩托很濕被影響 然後長期在散場受到閃光燈的傷害 然後也讓我的眼睛就是 視網膜也會 所以很有可能會有玻璃的情況 就是算我玻璃就很容易濕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血管增生 血管厚度 所以他眼球表面已經要脫不平衡 眼睛再戴上去 就會一直摩擦 摩擦就會破皮 破皮就會發炎 發炎後就會有 潰瘍 穿口 甚至濕疹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醫生幫我檢測出 我已經有一整片的破皮 他說那個真的不能再戴眼睛 那帶下去肯定下掉 然後他 體驗一下住我旁邊的感覺 看一下看一下 可能應該因為我們家是開五星班六星人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 繼續接我們家的那個 因為我平常之前正職在五星班交易人 然後 所以之後可能 考慮應該就是接再來一個試驗 如果沒有的話 應該也是出來創業吧 我猜 真的是要好好感謝所有 願意支持我的所有的朋友 不管你在線上支持我 不管你身體力氣 你買出支持我 然後或者是時間來現場支持我的 其實我真的都很感動 尤其是 我記得那時候我開直播 然後在預購的時候 四分鐘 不會來全部買完的時候 我就大哭了一場 哭得很醜 但是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一路走來啊 我們我跟我爸爸媽媽 都花了很多時間 就是在經營大家 就是把大家當成朋友 當成家人 我們都說我們是欠家人 大家都是我們的家人 那我覺得就是有一種 真的很感謝 然後就是覺得一切辛苦都很值得 那這次的選人書 其實我是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藏起來 因為我一直以來很希望可以成為 所有支持我的人的一個驕傲人 那我做出了一個作品 那至少這個這本書叫 不用塗住 然後所以我是屬於大家 希望大家也可以把我帶回家 那這次真的真的真的 謝謝所有支持我的朋友 那欠欠會繼續加油 未來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陪我很久很久 謝謝大家 有些人 有些人 我ên人 workspace 有些人 很多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